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10月17号上午进行的第一届农兴白山水杯世界元老擂台赛,第一局 这盘棋由黑方刘小光对战白方山城红 那这个比赛跟农兴新拉面杯的这个比赛的性质是一样的 都是以这个擂台赛的形式 然后获胜的一方作为擂主,继续接受挑战 那对联林是有要求的 就是这个白山水杯要求棋手是在1969年之前出身 然后中日韩各派出四名棋手 最终参加对决 那这一次我们派出的这个棋手呢是 聂未平,马小春,刘小光,曹大元 那都是传棋任务 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盘棋 开局 刘小光选择向小木 然后白棋新小木 刘小光老师的这个棋啊就突出一个高猛 那他的这个棋力量是非常足的 特别擅长乱战 如果说要以今天那位棋手的这个棋风跟刘老相似的话呢 大概就是米玉庭了 那都是属于这个棋风 极其高猛的类型 然后大跳 白棋大飞手脚 接下来黑棋点三三 正常的这个AI定式 白棋高挂,黑棋脱退 白棋沾上 下一手棋呢 刘小光老师也是直接变招 选择的是先拆 拆肩胛 如果说正常走定式的话 主要上边白棋这里逼住啊 是一个绝好点 不仅可以做根据地 右上还可以碰心位之后继续定型 所以说黑棋先抢占这里的要点 那白棋靠下去之后再挤一个 这个地方怎么样补棋呢 其实都行 虎一个也行 这个沾也行 稍微有区别的地方就在于 比如说白棋这里长 黑棋爬 白棋不管跳 或者说长一个 黑棋这里啊 这个以后基本上不太可能二路跳 因为气比较紧 这个虎一个的话呢 比如说你就看成白棋如果长的话 就可以二路跳 当然以后白棋上边这个立下 还有这个二路点刺可能木树会搜刮的更狠一点 不过这个区别到不大 那实战白棋并没有选择补棋啊 正常来说应该补的 他是在左下肩顶一手之后直接拆边 这个布局也是比较的强节奏 接下来黑棋拆 然后白棋打入进去 这个打入的悬点离脚非常近 那他的意图也很明显了 那他的意图也很明显了 就是瞄着下一手要往心位 靠完之后扭断 那这个棋呢 其实黑棋也不用太过于着急 AI的一选啊 是先惩罚左边的白棋 毕竟你没有补嘛 所以说就使得黑棋的这个点方非常的严厉啊 白棋直接补断呢 这个棋型也是非常的丑陋 出头的话呢 黑棋就跟着你跳 反正你这个断不补 黑棋随时断都很厉害 这一代会把白棋攻击的比较苦 那实战呢 刘晓光老师是选择往右边顶一个 这个顶还是想加强脚上的位置 然后白棋跳出 以更快的速度出头 这个地方黑棋如果说想 让这个角控更为实惠一点 那就搬了之后再爬 当然白棋也有这种跳的应对 这样的话呢 黑棋会伤到边上这颗子 因为你挡下来他虎一个 马上还有二路虎 所以说影响根据地 实战黑棋就直接夹击 这样也是确保脚和边都能走到 白棋就没有阻度了 阻度的话太重 自己没有根据地 下一手棋白棋往这儿飘一个 这个棋下的还是比较灵活 那白棋的意图就是希望 比如说黑棋往这一带去走棋 首先白棋右上这两颗子呢 还有跑出去的空间 其次呢他可以 接下来去发展底下的潜力 这块模样还是很大的 不过实战的话 立马遭到了黑棋的反击 飞出作战 白棋也是直接冲断 这个地方可以说大战一触即发 黑棋如果说直接打了之后冲 不成立啊 因为黑棋气急 被白棋断打之后 再打持再贴住 这样黑棋要死 你外边打了没用 所以说黑棋是先贴住的 白棋如果说扳头的话 那黑棋反扳先手 这个时候就可以打持穿下来了 因为白棋必须得卖掉 外边的这个断打 他要是直接度过的话 会被黑棋直接打死 他要先断打紧气 然后再打持联络 这样黑棋一拐 白棋两个断还是比较头疼的 所以说这个棋 当黑棋贴住的时候 白棋直接选择长一个 然后黑棋扳头 白棋跳出 接下来的话 黑棋可以有一波弃子的操作 就是选择靠上去之后扳 白棋拐在这儿呢 你就把两颗子给弃掉 这样外边先手包扎 然后再把中间这个斑段给补了 这样主要是看后续的这个定型 谁更有利 因为像白棋这两颗子 虽然说跑的话很重 但是呢 他可以灵活转身 比如说往这个脚上点一个 就会让黑棋很头疼 你挡住的话呢 这一尖顶 可以联络 或者说再往三路拖 这个黑棋吃起来很麻烦的 走着的话白棋可以护 棋型就比较有弹性了 那如果说黑棋尖顶 分段的话呢 以后白棋脚上可以继续做活 并且外边这个段还是成立 黑棋打吃吃掉两颗子的话 白棋就往中间继续逃跑 还要反攻黑棋这一块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怎么样去定型 也要深思熟虑 不是那么好下的 实战黑棋决定把自己先补墙 粘上补断 然后白棋双一个 这个是棋型 之后黑棋搬过 也是比较稳健的下法 黑棋是打算先蓄力 把自己的这个 其他地方的毛病补一补 接下来 着手来处理中间这一块 白棋顶一个 黑棋连回 然后白棋直接夹下来 这个棋当然黑棋两颗子 已经死了 因为如果说你冲的话 白棋就断打 然后直接贴死黑棋就行 上边这个双打吃都无所谓了 这已经非常小了 白棋就把棋型连回就行 实战黑棋单场 白棋粘上 虽然说被吃通了 但是黑棋获得一个先手 再回到底下去打入 黑棋现在呢 就是希望底下又能掏空 又能最终跟中间四颗黑子 连接在一起 局部安定 这样黑棋并不亏 接下来的话 AI的推荐是白棋夹击 毕竟这样可以搜根 并且呢 加强脚上 不过缺点就在于 黑棋往外跳出 你跟着跳 黑棋再一走 这个地方就简单连回了 实战白棋选择飞阵 也是跟黑棋较上劲了 就不想让黑棋联络 想缠绕攻击 那底下黑棋的这个 作眼的空间就更大了 实战是选择 靠了之后班 当这里的这个变化 非常的复杂 我们来看看白棋的几种下法 首先是从这里打 打了之后沾 黑棋联络 再夹一个再长 这个属于先把黑棋 外边彻底分段 但是不会影响到 黑棋做活的 因为他打了之后 最简单的 拆个1就火了 要是走得更为主动一点 还可以贴住出头 这样你点次再照住 反正黑棋底下随时可以火 因为像这种 尖顶先手二路夹 当然这个 有把白棋撞后的嫌疑 他可以在不影响 这个厚薄的情况下 活棋 然后再处理中间 这个就要看 这个最终中间的 这个死活了 还有呢 就是白棋可以断打 但是这个肯定稍差 断打完之后 打吃的话 黑棋这个断打先手 右边还有这手尖冲 但白棋贴住的时候 他这儿还有跨段 这样呢 周围都是黑棋的子 白棋是不敢冲的 冲的话 被黑棋断打在一场的 这个地方 白棋骑筋肯定要死 所以说 走成这样的话 黑棋靠出 大致是白棋打吃 然后黑棋挡下来 直接做活 这样黑棋活得相当舒服 所以说这种断打是局部最差的下方 这个打吃可以考虑 实战 白棋单瞻 AI的一选 主要仗走 白棋自己很厚 当黑棋唬下来 不断的时候 白棋在一班 也可以保住左边的空 仗下确实更好 接下来 黑棋拆个一 做根据地 白棋继续震头 封锁 黑棋就往里钻 穿向眼 白棋贴住 黑棋冲 白棋再搬 然后黑棋断 这个棋的话 白棋自身还是有缺陷的 如果说你这样先打 那黑棋不可能沾了 因为粘被白棋贴住的话 彻底被断开 黑棋右边可以反打 当你提掉之后 他再打吃 因为这个节 白棋开起来也挺重的 这一旦被黑棋提通的话 黑棋铁后 那你要是粘节的话 黑棋这一粘 等你脚上补一手 他再联络 这个还是先手连回 这个白棋肯定不满意 所以说实战白棋 是先顶一个 下一招棋 黑棋靠出 虽然说这个地方降了胜率 但是只能说 就按照自己的思维来下 还是比较连贯的 这手棋也有比较大的用处 就是如果黑棋先打的话 被白棋这样断 打完之后再打持 黑棋肯定是会被包进去的 局部到时候有个结针 但是黑棋实战先靠出 这个就比较好了 白棋冲过来之后 黑棋再打 这样就使得白棋这里的断打 再打持就分不断黑棋了 因为这直接有个双打持 也不用去打这个结了 所以说这个跨段 其实先起到这个景气的作用 那实战白棋往底下打 打完之后沾 这个地方你要是打上来 黑棋还是会跟你开结 当然沾的话 他可以直接连回去 不过黑棋结才有利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断上去 开结的话 黑棋主要是有一定的本身结 这个地方右边冲 再提 白棋沾上的话 黑棋就沾上 白棋再提 黑棋这儿冲 还有本身结 再提 比如说白棋找左上的这个结材 再提 黑棋实在不行的时候 还有这个比较损一点的本身结 比如说这里贴住 这个景气呢 白棋也不能沾结 因为会被黑棋直接搬死 搬二字头的话 黑棋再提 反正这样打的话 倒也能打 实战白棋就沾上了 沾的话呢 黑棋就搬住 接下来白棋往底下冲一个 刺一个破眼 打持 下一手棋 黑棋走得不太好 这个地方的话 底下的这个价值已经不大了 黑棋这个时候应该往中间这一带去 出头 这个明显 更加合适一点 而且也 稍微的压缩了一下白棋周围的潜力 实战黑棋的这手沾显得有些小局了 被白棋先手提掉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打结眼 牧鼠并没有非常便宜 然后再被白棋大跳到这里 这也是一选 他又可以扩张自己的潜力 又可以威胁黑棋大龙的生死 确实黑棋的眼位也被压缩不少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被攻的比较惨 胜率的话也是 基本上在各位数徘徊了 这个时候黑棋的局势不太有利 接下来黑棋大跳 白棋继续不依不饶 靠上去 黑棋如果单退忍耐一下刀没什么 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黑棋也是暴脾气 直接搬上来 白棋再断 又形成新一轮的这个战斗 接下来黑棋连回去 白棋打了之后贴住先分断 黑棋长一个白棋单瞻 怎么看都是黑棋被动 接下来黑棋靠出 这个地方确实是可以突围的 因为白棋是扳头的话 黑棋反扳 等你断打的时候 他可以反打 提掉的话再拍上去 这个截白棋只能说打不起 断上来提截 这个以后再被黑棋右边连续提通 这个损的太多了 没有什么合适的截彩 所以说这里打结不行的话 白棋要粘结 粘结的话黑棋可以粘 这样白棋就断不掉了 再断 黑棋这里断打先手 再一打 跑的话就直接夹死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是可以突围的 那实战白棋这手飞 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提前在这摆一颗子 以后同样是这个扳的手段 黑棋后续的这个加持就不成立了 所以说这手棋又补强了自身 又瞄着要把黑棋给搬进来 而且还把左上的这个棋 稍微加强了一点 这个棋的效率比较高 接下来黑棋右边虎一个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白棋选择拐吃 这个地方很明显可以搬下来 因为就算以后这个外边 黑棋紧气这样打 其实也不存在黑棋 可以往里边打的情况 这个都是不入气的 所以说这个搬肯定是 木树比这个拐吃要好太多了 白棋这一走的话 黑棋胜率立马就回暖不少 因为白棋优势本来就不大 这个地方亏一点就 这个黑棋就已经搬回来不少了 接下来黑棋中间拐头 白棋跳方 黑棋大飞连回 那接下来的话 白棋其实还是可以搬这个 里边黑棋反正想活的话 不是那么轻松的 底下这里虎一个作眼 顶住作眼 如果说你这样提掉 那肯定是一个 最多也就是打结活了 当然黑棋在打这个结之前呢 还可以先往底下二路夹 先破白棋的眼 因为他还不敢立 立的话黑棋这里断 白棋断打先手 打吃 黑棋这里拐打 再一挖 要把白棋这朵花给他反杀掉 所以说白棋大指只有沾 黑棋可以度过 这样这个 还是可以稍微便宜一点 但这个活的也是 反正大致会走成一个打结活 而且像刚才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讲了 白棋有这手小飞的话 黑棋再搬出 这个手段就不存在了 白棋可以断打 你再打的话 他就可以长了 这个三颗子吃不掉 外边黑棋根本就突围不了 所以说应该直接搬上去 实战白棋往上边飞 黑棋飞回 然后白棋还能继续飞刺 只能说这个地方 白棋的这个步调慢一拍 他肯定是想到 从上边这里 声东击西 把这个包围圈稍微加强一点 回首再来 进攻黑棋大龙 但是 这个黑棋肯定不会在这 任凭白棋宰割的 你在上边 做这个准备活动 黑棋就直接切入正题 在中间补齐了 所以说白棋这个地方下的有点缓 接下来黑棋 白棋搬 黑棋扭断 这个棋 白棋的棋型是有一定问题的 你要是沾的话 这个黑棋打就近活了 这个也不用去靠底下的这个截针 实战白棋打这个 然后黑棋反打 白棋体掉 然后黑棋来了一波非常愉快的滚打包射 然后沾上 白棋顶住 防御手冲断 黑棋再点刺下来 这个也是城区植入 直接破白棋的眼 然后白棋沾上黑棋联络 这个地方白棋只有老老实实 从二路拐回 如果说你在上边断的话 黑棋往这一贴 你再搬 黑棋站上 这样白棋外边要防一手断打 黑棋再挡下来 那直接要反杀白棋下方大龙 这个对杀的话是黑棋的气更不错一点 所以说白棋拐回 然后黑棋也贴住 不棋 接下来白棋还是 确实底下有点问题 如果说这个时候 往中间把黑棋的这个头给搬进来的话 确实黑棋也没有近活 但是呢 底下有这种二路点的杀棋手段 你冲下来的话 他一贴 顶住的话 黑棋也是不会让白棋度过的 现在中间联络 坐眼 白棋冲破眼的时候 黑棋往底下足度 这样白棋往前面无脑冲 黑棋就不停的单退连回 等白棋站这个的时候 黑棋再一站 然后冲出来就把你封锁 这样的话 这个白棋也要被封进去 形成一个超级对杀 如果说这个里边最终形成双火的话 因为双火的概率其实还挺大的 双方可以说都有眼 然后也有攻气 但是白棋我们要注意到 左下角这个尾巴 已经被黑棋割下来了 已经损了不少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 还是有所顾虑的 实战跳刺在这 也是把这个毛病给补了 然后下一手棋 这个黑棋下出来 真的是贴刘老猎把汗 这个棋下一手 这个跳的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大嫂子 这个棋 黑棋要想出头的话 一定要能下得出来 这一步相不飞 这个是AI的一选 这个相不飞下出来 白棋首先中间 他得自己先补棋 然后黑棋往上边 尝一个要 接下来要冲断联络 白棋也得补 关键就在于 多了这两手棋的交换 黑棋再往这跳 这个次序才对 因为走成这档白棋 挖一个你就可以打了 他反打 黑棋就可以直接再打吃 做结 提掉的话 挖一个 断打 黑棋先提结 之前我们也讲到 这个结其实对于白棋来说 也是非常重的 影响到周围的死活 特别是右上这一块 所以说黑棋走成这样 先提结的话 肯定是 不用担心了 但是实战黑棋 没有做任何的交换 直接往这跳 这个是有大问题的 白棋如果说 能走到这手挖 基本上要结束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黑棋打 白棋反打 你要沾的话 就直接被冲断 这个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黑棋最为顽强的 也就是在这做结 这样白棋 提掉 黑棋再打吃 然后白棋可以沾结 这个是最为关键的 他不用打这个结了 当黑棋沾上的时候 白棋就直接 断打 黑棋连回去 里边一冲 黑棋要死了 因为这个棋 你底下提结 走这个打结眼的话 里边被白棋一挤 再一扑 这个尾巴首先掉了 这个肯定不行 然后你再去拼 底下的这个结针 那也输多了 黑棋如果说团住 白棋底下直接把这个结一沾 连这个打结眼都不给黑棋 那黑棋整个尽死 因为你中间这里断打 加也加不住 这里打都没用 那黑棋撤离完了 这个棋就结束了 从胜率上来看 白棋只要走到这种挖 基本上是九十几 而且是九十大几 这个黑棋已经扛不住 不过实战白棋给机会了 这个棋居然没有挖 他走的是左下的这个挡 这个棋莫名其妙 那你这个不走 黑棋立马把这个挖给他补掉了 虎一个 白棋错失了一次绝杀比赛的机会 那黑棋这一虎彻底缓过身来了 白棋点刺 黑棋战胜 他连回去了 白棋现在底下这里 还不能直接去吃黑棋 你吃黑棋的话 上边黑棋可以各种冲 一通搜刮 把白棋的眼给破掉 白棋这条大龙还不活 等你这样连回之后 黑棋可以直接动手 去把白棋左上这一块再给分断 马上又形成缠绕攻击 要揪着白棋两条大龙不放 所以说白棋先补上边 这样瞄着这个边上的这个冲断 黑棋也是先贴住 再冲 把右上这个尾巴彻底吃掉 接下来白棋断吃底下这一块 黑棋猴 白棋沾上 这个棋的这个画风也是突然一转 本来是这个黑棋 这个绵绵强强 而且还活不了的一个状态 实战白棋底下 这个令人费解了一手 结果呢 让黑棋直接连回家 还反杀白棋 又上这条尾巴 白棋只是后手吃住 黑棋底下这一块 这个时候的这个局面已经彻底反转了 当然黑棋还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胜负还并不明了 接下来黑棋左上班 白棋如果反班的话呢 就跟着连班 这样各自为好控 黑棋也是先手 可以满意 实战白棋走的这手 跳啊 这个棋就是意思 黑棋如果挺头的话 两颗子就看轻了 不要了 白棋可以把上边的控围一围 这样黑棋的速度有点慢 那实战的黑棋也是算清楚了 还是边上的控更为重要 所以说并没有理会 直接飞回 这个时候白棋的控非常的吃紧 所以说也是在上边冲断 放出胜负手 黑棋打了之后 虎一个 这两颗子肯定不能给 这个太大了 虎一个之后 白棋打吃先手 这个棋如果说白棋 只是挺头的话呢 并没有什么威胁 黑棋可以双一个 白棋再搬紧七 黑棋还可以二路跳 先长气 这个对杀白棋肯定是不利的 实战白棋靠一个好棋 这个棋比较厉害 黑棋如果应对不当的话 很容易翻车 首先这个地方 比如说黑棋搬 那白棋连回 你再连回两颗棋筋 他再往上一虎 这个气长出来 马上就要紧黑棋的气了 这个对杀就说不准了 如果说黑棋直接沾 那也差不多 白棋还是联络 你搬这个就还原成刚才的这个变化 白棋很有可能直接往这一带去收气 黑棋如果说先去搬自己长气 那肯定会落一个后手 等你长完气之后 白棋右上角这么一跳 你要是挡住的话 再一搬 这个棋那就各种出气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这手二路打 先把自己联络 可以说只此一手 接下来白棋冲 黑棋断 白棋上边再冲过来 这个棋的话 黑棋反正已经避免不了 要被白棋掏掉一块 你如果说先这样断打 再把上边这里 猴一个回来的话 那白棋有这手压 这个压过来之后 你只有虎 他还有上边这个一路打的作结 这个地方也是要出气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下的还是挺妙的 实战黑棋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反正要出气 就直接把白棋 从外边全部打进来 白棋沾 黑棋再冲 然后白棋断 不过这个地方还是要出气 你上边这个猴 那白棋还是有这个压了之后 作结 除此之外 右边这里一冲 也要出气 这个黑棋再挖断就没用了 因为会被白棋断打完之后 沾上打吃先手 再一打中间 这个钉刺直接掉了 这四颗子 被白棋吃通的话 那底下黑棋大龙又不活了 这个明显是不行的 所以说黑棋选择沾回 然后白棋往上方打吃 再跳一个 想做活 这个棋反正慢慢的变得又比较复杂了 黑棋还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确实不太能直接杀白棋 你要是挡住的话 他一立 虽然讲 黑棋可以通过这里 不断的里边送死 再挡住 把他最终走成一个这个刀八五的棋形 但是 我们注意到 白棋先立 你搬一个 白棋虎一个 你再走这个 刀八五的这个气是非常长的 那白棋往上来一手这个跳刺啊 黑棋局部也不活 像你这种提都是没用的 提的话 因为白棋这个打是决心啊 你沾的话 在一挡 这个黑棋的气看上去非常的紧 这可能黑棋要被反杀了 这个棋 所以说 这个地方 黑棋只有先搬出来自己 长气 作业 白棋如果虎一个的话呢 黑棋直接断吃 这样的话 中间就留了一个打持 可以把这两个子吃通 那黑棋就可以去右上收起了 实战白棋选择的是 左边这里的这个班啊 其实这个棋也是有点问题的 脱离主战场了 然后黑棋往中间一跳 也是抓住了时机 左边确实不用管现在 然后白棋这个打持 黑棋站上 白棋再往这点刺 其实这个棋也是一个勺子 而且是个大勺子 因为根本就刺不到这一下 你刺这个 黑棋都可以直接去杀白棋右上了 就是按照刚才的方法 把这个地方走成一个刀把武 你中间冲 没用啊 中间冲 只是连回白棋这些子而已啊 黑棋往上路跳 他就活了 黑棋这里一活呢 白棋这个右上这块直接死 就不用对杀了 所以说白棋的这首点刺 是相当有问题的 但是实战黑棋也没有把握住 其实走这就结束了 但是实战黑棋是吃这几颗子 结果被白棋右上贴住做活 黑棋的胜率立马又到八十几了 所以说这盘棋下到这 双方可以说各犯了一个大的失误 白棋之前的失误呢 就是可以在绝杀黑棋大龙 往中间直接挖死黑棋的时候 没有走到 黑棋的失误就是 也是在右上这里 直接可以挡住 绝杀白棋的这个机会 也没有把握好 不过对于黑棋来讲还好 因为毕竟 这个毕竟之前的这个 优势比较大 就算这里失误了 至少还吃掉了白棋的这个尾巴 只能说优势没有刚才那么大 但是还是黑棋好 而且现在这个棋盘已经越来越小了 黑棋下来只要能稳稳的 把这个空给收一收 基本上问题不大 接下来黑棋穿向眼 然后白棋补雷射 黑棋再刺 白棋沾上 接下来黑棋再往这里碰 这个地方也是让人看得真的是 实在是觉得黑棋非常的勇猛 这个棋呢就不是正常的收官了 要正常收官肯定是吃左边之类的 这个碰呢就是要杀棋了 确实这里整块白棋都不活 接下来白棋沾 黑棋沾上 然后白棋再往上边冲 黑棋尝一个白棋断打先手 小间 黑棋断吃 白棋沾上 黑棋再踢 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就是黑棋已经算到了这其中的变化 所以说故意不去吃右上的白棋 转而去杀左边 但我感觉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这个里边要算的太多了 这个也是快棋 这个白山水杯的这个用时跟龙心心拉面杯的这个用时还有所区别 因为这个比赛的用时是40分钟的保留时间 然后60秒一次的这个读秒 龙心心拉面杯的这个用时是双方都是60分钟的这个保留时间 所以说这个比赛的这个用时更短 所以说应该来不及去算这么多 估计还是之前漏算了 然后现在突然发觉可以杀这个白棋 应该是这样 然后白棋搬一个 然后再连搬 这个是想搞一个打结野 黑桥断打在这儿呢 肯定是这个白棋就作结了 你要打一路也是一样的 也是作结在这儿 那实战黑棋冲一个就是强杀了 这个眼肯定是不给你的 脚上你露着风 那你就看看能不能对杀 白棋这个里边确实做不出来两只眼啊 你沾的话就冲 打吃的话就沾 反正里边也是个弯三 实战白棋走了左边这手碰啊 这个是白棋最后的挣扎了 确实这个棋看上去挺妙 那黑棋沾 然后白棋挡住 黑棋再断上去 接下来这个白棋沾 黑棋冲进去之后 再冲破眼 打吃沾上 然后白棋上边挡住 黑棋点 这个棋你要是沾的话呢 就直接打了之后再送一个 提的话就扑进去 反正就把你这个眼一破 实战白棋靠进去 拼了 黑棋断打 然后白棋左边再虎一个 这个虎黑棋要注意啊 不能随手挡 随手挡的话 他这一尖顶 你挡住他再一断啊 这个中间的黑棋要被反杀 因为气不太够了 这样说 这个气肯定是不够的 白棋一打就死 所以说这个气要连回来 然后白棋冲 这样等于说白棋最终 揪着黑棋这一块对杀 黑棋先往中间冲断啊 毕竟白棋中间这几颗子 气也是更紧 接下来白棋往左上角 长一个 这个棋黑棋不要随手提 提的话被白棋一打一瞻 再一扑死掉 这棋只能直接单瞻 白棋要吃上面两颗子 反正还是假眼啊 黑棋搬在脚上就行 这个里边也是点不死黑棋的 因为他随时往这一打 再一扑 白棋也沾不上 接不归 实战白棋往脚上一路搬 破眼啊 那黑棋直接往上连回起筋 白棋打吃了 黑棋沾上 接下来白棋左边挡住 这个里边黑棋一粘 没有任何棋啊 你搬的话他就打吃 还是可以吃通掉 这个实战白棋中间一冲 黑棋断 白棋再往左边冲 黑棋沾上的时候 这个白棋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里边太明显了 就是你挤这个 黑棋沾这个 你再收棋 黑棋是不可能跟你这个上边收的 这个上边打来不及啊 上边打白棋直接收棋 黑棋要死 这个时候就挑白棋中间 这一小块对杀就行 直接挡住 这样黑棋最终可以快一气 杀掉白棋 那这盘棋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也是恭喜刘晓光老师 取得了开门红 那这盘棋呢 主要是在这个前半段 黑棋还是有点吃力的 底下被白棋进攻的比较惨 但后面白棋 我们刚才也讲了 出现了一个惊天失误 就是这个中间的蛙 没有及时走到 结果被黑棋一捕 形成一波转换之后 黑棋局势逆转 接下来在上边这里的 这个一系列的手段 白棋下的也是比较的顽强 确实最终出棋了 但黑棋也是错过了 把白棋一击毙命的这个机会 让白棋右上做活 不过接下来黑棋 转移目标 又去强杀白棋 左上最终得手 然后把白棋直接摁倒死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